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本次的分享分为这几个部分 第一是关于DataOpus的思考 然后动物调度的相关的挑战 以及基于调度系统的实践和我们未来的规划 关于DataOpus 它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和工具 然后是一个中逢性的策略和方法 其实它是围绕着一套研发 治理 运营相关的一套方法 和技术流程的集合 其实在中间我们会考虑到很多情况 比如说人员和工具之间他们怎么更好地去配合 然后它也有难点比如说它复杂的一些数据需求 包括数据治理的介入时机是不是很完善 特别是在后期处理过程中 如果说数据没有按照一定的标准去做的话 它会造成平台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数据的完整性和数据质量相关都会下降 包括它的表和命名字段都不规范的情况 而且还有一些人才的需求也是在考虑范围内的 比如说一些业务人员它缺乏技术的相关的能力 然后技术人员缺乏业务的理解 所以它和工具之间的配合怎么统一 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情况 然后最后是工具的集成 因为我们在整个数据处理工程中 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业务系统 然后它们之间的操作 包括用户的对于数据的相关理解 可能数据扭转都存在一些断层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挑战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联通输客内部 其实在做多分式各流的整个系统的开发和基层 其实做了已经很多年了 而且也是相当比较成熟 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对于企业内部的话 其实他们很在乎我们的集群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以及用户的不同的相关的需求 然后像复杂性的话 其实是在于他们整个上下游的整体调度依赖的这种情况 然后包括它的可扩展能力 它是不是可以高可用 或者是多容错性 然后多环境运行 包括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 K8S环境 还有生产环境 可能还有这种新创的环境 我们都会做一些适配 然后全线管理和安全性 这都是必要的 包括业务的隔离 而且还面临一些庞大的数据体量 还有相关的稳定性 包括我们一体化数据制度上的管理 这个都是在整个平台介绍过程中 会把调度和整个平台 怎么更好地联通起来 包括用户的操作的简易特性 然后整个我们一体化数据制度平台 其实面临着一些多环境 包括用户对外支撑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这边面临的这个基群规模 是有两千多个基群 但是这个基群是我们大数据基群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然后包括我们日处理数据 达到四百多个TB 然后运行的任务 每天运行的任务 就是我们的调度 因为我们调度整个是有Worker 有八十多台 然后Master有五台 那整个面临的处理的工作流 都有一千多个 然后我们工作流实力有两万多 然后任务实力有十万多个 每天运行的 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然后对外支撑 我们支付的 我们支付项目支持的话是五十多个 解决方案支撑是两百多的 包括我们那个数据资源这一块 我们通过一体化数据资账管理云台 然后管理和创建的这些相关的库的话 有五百多 然后表字段信息有两万加 然后包括字段内容有两百万多个 包括我们服务的谁当客户的话 也是一千多个 然后基于调入系统的一些实践 然后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数据资账管理平台路线 整个数据加工和扭转的过程 是从我们底层的数据采集交换 到我们家填包系统 有一些也依赖于我们一些数据标准 整体是把数据通过我们的数据模型 然后对表进行一些表设计 包括一些标签 可能在里面有一些标记 然后通过我们的开发平台 我们开发平台会做一些Circle的 提交运行加工 然后通过我们调度系统 去加工我们整个公司内部的 数仓的这个业务从每个数仓的分层 去在调度里面去运行 最后就是加工好的数据 去会在下游我们的BI系统 指标系统 标签系统 我们去引用这些数据 整个数据加纽程是这样 但是在最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把整个数据 全面路的一个情况去管理起来 包括我们会有些数据治理 通过原数据加上我们的数据质量 在整个列入中会有 全列入血缘的一个展示 然后用户更清晰地看见 整个运行数据流展过程中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调度里面 以调度为例的话 我们公司这个多系统里面 以调度为例的话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会有多种环境 这种交付的过程 那多环境交付过程 我们整个是有开发环境 测试环境 生产环境 包括各个分支 我们可能比如说和辽宁 陕西西藏他们有各自的这种版本特点 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分支的一个维护 然后我们整个分支的命名的话 通过Future 然后Developer Future是一些功能的一些开发 然后我们的Developer就是我们内部的开发环境 然后比如我们的标准环境 包括Bug修复的分支 包括我们各地区的这种分支 那所有的分支 我们这边所有的全功能特点的话 基本上都会在我们的Mask的分支 和我们的标准分支去生成 最后下面的一些Bug修复和这种新功能的特点 也是会往我们的Mask的分支和标准分支去合并的 那可能最后就是我们的多地区的这种分支 会基于我们的Mask的分支 然后再单拉出来 然后最终会形成自己特点的这种分支 它的功能有可能去合并 有可能不合并 我们在去实践调度过程中 其实有一些公用的组件 它这公用的组件是我们独立出来 然后去做我们公共组件的适配的 那本身的调度其实它是有这些功能的 但是我们方面统一管理 实际上是做了把用户中心统一的项目 数据源包括菜单接口 这方面都全部统一起来了 那这一块是带来的好处 就是全局的资源共享 就是可能我们用户配了一个数据源 那不光是调度可能要使用 可能是在我们的采集交换车 还有其他数据质量 或者其他系统也会去使用 安全性增强 而且安全性增强 我们这边会把我们每个调度的接口和菜单栏 然后做统一的去传线管控 经常有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这个人没有管理员传线 但是呢 他可以通过我们的Personalman或者这种工具 可以去绕过这种传线 拿到Token的话 去绕过这种传线去访问 然后降低配置的复杂度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也会做多住户的环境隔离 然后包括他会创建一些用户和用户组 然后创建用户组 可能配一些菜单的权限 或者各方接口的权限 那如果说 如果他在同一个用户组里面的话 那其实这个人员就不需要重复配置 很多这种配置项了 这一部分是增强地调度了K8S任务管理能力 咱们原生的调度里面 就是已经支持K8S的组件的相关的管理 然后我们是在于这个基础上 还做了一些增强 那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运行任务的保障 那正常我们就可能是连接 我们可能连接多个K8S机群 然后我们对这一块做的要扩展 我们分为K8S主机群或备用机群 两个机群之间 它们就是这种自动去切换的一个功能 我们试一下了 然后如果说K8S这个挂了的话 我们可能在主机群上面会去做从事 从事三次了之后 如果还连不上 我们去连接我们的备用的K8S机群 然后如果连接成功 然后继续任务地运行 那这个保障层面的话 我们还会做一些 比如说K8S K8S它本身里连接的话 它会有一些K的过期的机制 默认是一年 我们这边会做一个检测 会去通知这个K是不是会过期 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些K8S任务的优源级的标记 然后让用户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些任务 去能够去运行 去优先去运行 然后还会在K8S上做这个污点标记 会在K8S某个阶段上打上标签 都是辅助去用户提交任务 然后K8S任务其实还面临着 我们用户每次运行的时候的一个Po的 具体里面的内容 看是否重要的信息 怎么存储 所以说面临着我们选择不同的 分布式文件存储盘的一个选择问题 然后我们联系内部呢 会把我们调研了Glass S5S Safe FS Juice FS 这三个分布式存储文件系统的话 去分别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多副本机制 然后迁移PVC到Namespace当中 那PVC中间能不能无缝地切换 然后看是否我们统计到PV的这种存储 然后扩容能力这方面 然后他们三个的各自的特点呢 就是Glass的的话 它是通过客户端去创建 去连接我们的Glass的Server 然后去通过它的插件机制 去创建对应的这个存储卷 然后Safe的创建过程的话 它因为比相对复杂一些 然后它会通过它的机群管理 监控器Monitor 然后去通过它的这个守护进程 这个副本守护进程 然后它的一些放置组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数据存储对象 然后管理它数据存储对象 从而创建它的存储卷 然后Glass FS的话 它可能它做架构这个设计方面 比较差线化的 就是它的原数据和它的存储都是分开的 它都是引用第三方的 它的原数据可能用MySQL Redis 然后它的存储的话 依赖于S3存储对象存储 所以它都是引用其他组件的一些能力 然后看一下它们之间的使用对比 然后Glass的在多副本机制和Safe 还有Jose FS 它们三个都是都支持的 但是Jose FS因为是引用的那个S3的 所以说它的能力是跟S3有关 如果说比如说是Mini IO Mini IO如果说它支持这种多副本的一种存储的话 其实它就支持 比如说迁移PVC 你经常我们比如说使用这个存储空间 用户申请这个存储空间 申请之后 它执行Jose FS的过程中 然后挂载我们的PVC 如果说它这个PVC 使用对应的那个命运空间 Nimp Space 如果说它的资源不够了 它就要切换 所以它能不能再重新绑定 它这三个的话 其实都是支持的 包括它的存储大小使用统计 它是通过它们各自的API去调用的 那Glass是通过Hectic的相关的API的调用支持 然后它是机构员的 然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去做一些二次开发 然后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下二次开发 去支持它的一些统计 包括扩容的一些支持 然后Safe的话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完善的 都是支持的 然后Jose FS它是用命令IO的这种方式去做一些统计的 然后手动扩容 三个都是支持没什么问题 接口调用 这个也是OK的 然后挂载存储卷 挂载存储卷它们都通过我们底层的mount的相关的一些命令 去挂载使用的 但是Jose FS的话实际上它还是用着S3的这个能力 然后Safe的话支持的是比较全的 社区活跃它们三者的话相对来说Safe是比较活跃 Jose FS也是比较活跃的 对于Glas的话 其实它的一些相关的接口基本上已经不合约了 它们的缺点的话 对于Glas的话 我们其实内部时间的过程中发现 我们整个Glas机群如果说它挂掉的话 它需要去重启 对应的GlasD服务 但是重启过程中呢 发现它经常多副本 它这个副本的进程起不来 会导致去挂载的时候挂载失败 然后Safe的话它的缺点就是配置比较复杂 运营比较复杂 然后可能还这种多它的monitor去挂载的时候呢 去会访问这个monitor这个佛西地址 但是它暴露出来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Jose FS因为操作应该是比较容易 而且它基本上对接这种mini.io这种S3对象层储的 但是它存在高可用或者是这个 因为比如mycircle和Redis都可能要集群的方式部署 它对应的mini.io也是多集群的方式部署 维护性上可能会需要去注意一下 刚介绍了分布式网络层储这一块 然后我们执行kepad的任务 也是考虑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些任务进行整体的封装 然后生成自己的一些镜像 如果管理这些镜像 包括其他用户能分享去同时使用 别人创建的这种镜像信息 可以重复去利用 包括这个镜像里面的内容怎么去更新 从这个图里面可能看到我们首先是会预设一些相关的一些模板 比如Java模板 Skala模板 Shell模板和Person模板 它通过我们的Jekins的能力 然后去Push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Hub中 然后再通过生成好的镜像 我们去发布 然后我们调度系统里面就能去整体在K5S组件下落框里面 去选择具体的生成的镜像信息 然后去调度里面就会去创建我们的这个存储卷 然后创建对应的这个PVC 然后最终创建具体的这个Java任务 最终完成整个在调度中完成整个任务的一些运行 那整个比较核心的功能就是里面的镜像管理 流入线管理 还有K5S管理 这个存储卷管理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在实践的过程中 会把调度和我们整个K5S整体的紧密结合起来 那这里面的镜像信息 刚刚说了镜像信息 我们是在调度里面怎么继承的呢 我们首先在调度测 我们通过这个Worker 会把Worker运行的工作流 和工作流实力 以及任务实力这一块 整体把这个环境 把它通过全参的方式 传到我们的POD里面 那POD里面有这些环境变量的信息 然后就会通过我们这个通用脚本 然后创建去生成对应的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整个任务运行之后呢 就会 下面就是我们的整个POD里面 对应的PVA和PVC的一个使用情况 因为你创建的时候会用过去申请对应的PV 层储的大小 可能在使用功能中这个层储不足了 然后需要去扩容 然后如果说你去通过命令行去操作 可能还不太方便 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功能 集成到我们的调度中 然后去统一去管理 那这部分是整个我们打包好的这个镜像 它在这里面在整个生成镜像过程中 我们经历了哪些流程 我们怎么跟这些工具去结合 然后去使用 这一部分 我们配置模板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会填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Jekins的信息 用户使用的代码 它的一些程序 Jekins里面下面这个右下角这个地方 是它使用的这个Pipeline 这个是Jekins里面的Pipeline 整个流程中会用户 把我们配置好的在调度里面 相关的界面里面会配置好 对应的这个组件信息 然后记得地址 包括它的版本和分支 配置好之后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Pipeline里面 去整体生成对应的镜像 然后推送到Hub当中 然后最终放在调度里面 调度里面运行 然后把最终的结果数据 输出到我们的数仓平台里面 或包括数据服务 刚把整个运行流程 包括镜像整个运行 最终运行过程中 其实我们对于Pode里面运行的任务 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是这里面有没有运行的错误问题 所以说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黑合的 然后我们其实把每个Pode里面的具体的 Pode的信息读取出来 通过调用我们的KBS的相关的一些API 我们可以进入哪个用户运行的具体是哪个Pode 到个终端里面 就相当于操作系统里面去管理 去看我们的整个Pode中端里面的具体的 它生成的一些文件 但是我们也支持每个Pode里面 用户可能有些特殊的需要 就是说会二次分析 会把它的数学科学分析的一些文件上传上去 我们也支持它下载下来 然后做一些管控 那整个流程当中 我们把调度和KBS的能力 完整地从配置进行生成 到最终运行过程中的一些整个环节 我们都进行了一些增强和管理 这一部分是我们会增强 我们增强调度它的编辑器的管理能力 因为调度里面增长 在运行过程中 我们原生的工作流的话 是通过创建调度的工作流 然后进行配置 然后进行保存 最后去上线之后 看见运行任务的结果 那我们进行改造之后呢 改造之后呢 我们会在我们的运行过程中 会把每次用户运行的这些脚本信息 进行管理起来 包括它的运行版本 然后它的是否可回退 回退 然后它是不是可视化能看到 比较友好 然后以及它的能不能用户创建了一个脚本 它能不能被供用出来 用户能不能把它的一些相关的配置 还有它的脚本信息统一去复用 这就是我们改造后的一个相关的界面 就是效果 那正常其实调度里面支持很多这种脚本的管理了 包括Shield,Python,Circle,还有Circle,Spark,Circle等等 然后我们看这个图片里面的话 实际上我们把左侧这个拆在栏里面 是把每个工作流里面具体它配置的用户节点 全部列取出来了 然后用户可以点开我们的编辑器 然后可以看到 就相当于是把每个脚本很明确地显示出来 然后它可以执行对应的脚本任务 然后可以看到它具体执行的任务脚本 如果说它任务想回退 然后可以具体地回退到哪一个版本里面 包括它可以提前预览 但是这一块都是让用户会提前预览 运行它一些相关的脚本 然后如果说测试成功了之后 再发布到线上 我们会有这样一个预制型的流程的一个情况的设计 我们这一部分是调度的SDK轻量化改造设计 在我们企业内部其实有很多业务系统 它其实他们也使用一些调度的相关组件 比如说使用Quizzer或者是TazJob 然后其实这一块我们也没有很能 之前没有很好的去管控起来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连同内部有不少 调度机群是比较部署的服务器是比较多的 然后怎么能够想的是说 怎么能够把企业内部的各个系统里面的 调度统一管理起来 所以说我们对这一块做了一下设计和改造 我们设计流程主要是在针对于我们调度的Must的一些改造设计 包括我们怎么去添加外部系统组件 这一块业务系统这边我们有一个业务系统的入口 和我们调度开发的入口 我们调度之后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外部的系统组件 它是可以承接不同的业务系统的一个调度任务 然后业务系统入口我们做了一个插件化的一个SDK的封装 然后业务测代码的话会做一些页面的配置 把它自己的一些支撑信息会收集起来 然后通过配置业务系统调用我们的SDK 然后跟我们的API Server的接口进行交互 然后最后来确定是使用哪一项目 在调度里面会创建自动化去创建对应的工作流 那这一块是业务系统已有的业务使用这个调度的情况 它有可能也有一些业务 它有可能不会去使用统一的这个调度 但是它已有的业务 我们也能把它收集上来这份信息 然后业务系统的这些相关的配置流程 我们是怎么实现呢? 我们会做一个job handle的一个配置类 这个类里面我们会设置它的参数 以及运行的一些方法 然后业务系统会实现这个配置类 然后所有实现配置类的我们 插件会去把通过配置一些注解 就是每一个执行方法配注解 我们扫描这个定时任务的这个注解 然后把每一个任务的这个bin name相关的信息 会收集上来 然后当然这个插件会去实施扫描这个业务系统 那业务系统在启动的时候 就会主动去上报这些信息 和我们的API服务的这个接口 然后这些信息都会存足到对应的这个DB数据库里面 它和调度Masker的组件的交互流程设计 正常情况下所有的执行任务 基本上和我们的调度的Worker去进行交互的 然后实际上但是我们为了保证 因为我们在去收集和业务系统进行交互的时候 其实考虑到它的任务执行是在哪执行的问题 大部分的任务有可能是在业务系统它自己本机上运行的 所以说因为本身它执行占用的资源 其实不是在于整个Worker上 而是在整个业务系统各自部署的服务器上 所以说它的交互过程而且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直接让它和我们的Master进行通讯 然后通讯过程当中我们会把业务代码上传的这些信息 包括它的参数包括它的一些端口信息 它会选择具体是哪个Master信息 然后把它这个信息保存通过Process Process接入消息 然后去保存它的对应的这个Channel 这个Netting里面的这个具体的那个Channel 然后Netting里面具体的Handle里面 就会处理去拿到对应的业务系统具体执行的是哪个病信息 然后提交给这个县程去运行 然后也会同时去和业务系统具体它执行的这些状态 去修改具体的调度里面的这个状态信息 同时还拿到业务系统的它的日志相关的信息 然后用去查看 这一部分是我们改造调度设计的全电路血缘 那全电路血缘呢 其实在整个业务系统在整个扭转的过程中分为四个部分 从源头业务系统到我们的业务原数据表 三部分扭转到我们大数据平台到数据应用 整个运行过程中它都会去产生一部分的业务系统信息 包括整个调度过程中它也会产生一部分信息 那我们怎么把这些系统进行信息整体打通 然后让用户能直观地看到整个数据扭转的血缘电路 然后整个扭转中 那调度这一块的话 我们做了一些调度测改造和升级的一些情况 它的展示过程从业务系统到业务库表到调度 以及到数据集指标BI这一块这个流程中 整个数据在扭转到如果说扭转到调度这个过程中 那个血缘我们在我们内部把每个调度的节点 包括它的指流程节点和它的驯化分发节点这一块 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会有这种指流程的依赖关系 我们把这个指流程的依赖 把指流程所运行的python或者shell 这里面所使用的这个cycle信息会解析出来 但是我们会调用具体的cycle解析的这个API 这个cycle解析API通过Android 4去统一封装的 它支持很多种这个cycle的一个解析过程 然后我们解析好这个cycle和把刚才收集到的这个组件信息 以及它对应使用的cycle信息 都同时去上报到原数据服务 这个原数据服务我们内部使用的是 我们使用的是DataHub 然后把这些信息都上传到卡布卡 卡布卡再转换到DataHub认识的这个血缘信息 然后去做展示 然后这些信息被收集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具体每张表 这个表里面它的上游和下游它的整个练度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这个基于Hive的这张表里面 它可能是来自于MyCircle或者是Compase 下游的话它会经历到BI和数据集 包括RESFL API分享这一块 那我们会具体看它看这个每个表里面 它有可能是几个我们采集作业过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采集作业它具体当时执行任务的情况 最近几次执行的记录是成功失败 调度里面它具体的失败和成功也是最近使用的情况 你能看得很清晰 下游的话可能业务系统里面它具体是哪个目录 或者哪个分类下面的一个使用具体的数据和表的情况 整个全绿写员在我们这个产品设计里面就是完全打通了 但是我们内部也是在实践和开发过程中 还有很多还进行需要去完成 最后一个章节 我们是一些未来规划一些考虑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全绿写员 其实在整个声音工中也是属于开发和设计阶段 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流程可能还没有完全打通 包括它从业务数据库怎么过来的 我怎么统一整个业务系统的 在流展工程中它的统一标识 它怎么能知道是哪个业务系统过来的 这一块我们还需要去增强去考虑 第二部分我们要提供更稳定的云上的任务提交的一个支持 实际上在企业运行当中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个特殊情况 然后在运行过程中可能比较容易崩了 然后我怎么能够让它更稳定运行 这一块也是我们未来也需要去做重去考虑的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积极参与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多分skate的一些社区 还有一些社区的一些功能 特性我们可以跟社区有些功能可以一些共建 然后如果社区有些需要的话 我们内部也有一些可以去做一些分享 贡献给社区 整个就讲完了 分享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 回头同志们 大家有问题没有 你们都一公司的 可能今天时间又来超长了 没关系 那最后还是感谢同志们 对咱们DataOps的支持 明天还有一场 明天立东会是主持人 然后主要是阿里和相关的一些同事 他们会分享阿里啊 包括李东啊 包括高准峰啊 石超峰啊 他们来去分享一些新的笑话 也欢迎大家来听 谢谢 谢谢 那今天就剩这样 喝喝 那那来吧 喝个酒 谢谢 谢谢